提到微盟2013 有配股消息 14.8.6至15.2.6 去配售股份 折扬大約5-7% 跟剛才的迫伏差不多 配售1億3千萬股 集資20億左右 有兩個消息都可以關注 第一,主要股東騰訊 已經同意認救股份 第二,公司同時 會發行可換股債券 今次有票面息率 0.5至1% 建議換股價 日價是3.5至4.5 但投資者從第三年 才可以贖回 微盟股東又可以怎樣 因為微盟和迫伏不同 迫伏是接近高位配股 但微盟在高位下跌了不少 你又建議投資者 怎樣去部署微盟 面對配股消息 其實CB 我相信 短期的參考性未必是這麼高 因為要三年後 才可以做一個轉門的動作 而且息也不太吸引 只有1厘多 所以吸納得CB 的機構投資者 或者一些散戶投資者 比較財力大些的人 都會傾向微盟的信心 才會買 所以這段時間吸引 可能傾向上 配股方面 吸引度會比較大 因為始終會有折讓 另外一個方面 大家也留意到 本身是一個低價 來做配售 跟我們在常理方面的理解 是一個反常態的狀況 我相信集團方面的財政方面 相對上可能比較緊張 以至短期需要比較多的現金流 來周轉的時候 所以選擇了一個低價 來做配股 暫時去看 因為整體的科技股 整體的投資氣氛 相對上都是一般的 我預計微盟繼續在橫行區 但主要的波幅區間 就預算是15至17元之間 即上下都是大約1元的位置 如果有興趣去吸引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15.7或以下 才效率部署比較適合